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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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从上而下最简单的一级结构叫甲氨 然后两个碳叫二甲氨 那同样的那三个碳就叫做三甲氨 那就是三级结构 再看最底下的锡氨基 那锡氨的结构就是双根氨的一个结构产物 那它的中间那它的中间会看到有CO双根在结构那这就是锡氨的一个结构 那最简单的锡氨呢叫甲锡氨 那复习完毕之后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分析评件这个部分 试题下列叙述哪些正确 我们先看A选项 乙弥的分子式为C2H6O 那同学要记得乙弥它是二乙基弥它的通称 氨呢接在中间两边都是乙基的间结 所以它的分子式就是C4H10O 这才是正确的 不会只有两颗碳 接下来我们看到B选项 甲醇丙酮皆含有CO单件 那从结构式我们可以知道甲醇含有CO单件 那丙酮呢应该是CO双件 所以B选项看起来是不对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C 甲酸甲脂与乙酸的实验室不同 那甲酸甲脂呢我们首先要知道 它的氏性氏是HCOOCH3 乙酸呢就是醋酸 它的氏性氏是CH3COH 它们两个的分子式皆为C2H4O2 那既然分子式相同 那实验室也应该相同 那为CH2O 所以这两个的实验室应该是相同 C选项不对 接下来看到猪 丙醇与丙酸互为结构一购物 那丙醇与丙酸呢 它的分子是不同 所以两者不属于结构一购物 诸不对 最后看到1 甲酸甲醇皆为极性分子 那这是甲酸的结构 那下面是甲醇 那这两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看到左右的结构 也没有非常的对称 也就是它的力没有把它抵消掉 那两者皆为极性分子 1选项看起来是正确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尸体2 下列各画后的叙述 何者正确 我们看到A选项 A选项 二丙醇为二级醇 那枪基连接的碳 与两个听基 一个氢原子间结 故二丙醇呢 为二级醇 我们可以从底下结构 看起来应该更清楚 OH接在中间的碳 那这就是二级醇 再看B 选顶基安为二级安 那一样先从底下结构来看好了 选顶基安就是NH2 结在中间 它的氮原子呢 跟一个枪基 那两个氢原子间结 因此选顶安 它叫做一级安 这看起来B选项也是不对的 再看C 最简易的酮类为甲酮 故五 最简易的酮类为丙酮 那这是不对的 最简易的酮呢 应该是丙酮 那反之最简易的酮 就是甲酮才对 所以C选项也是错的 再来看到猪选项 顺丁锡二酸 同时具有分子间 与分子内的氢件 那上面是顺丁锡二酸的结构 大的关能基在同一边 小的在同一边 这叫做顺势 所以我们看到 它会是有一个弯曲的样貌 那左边的缩酸的关能基呢 那它是分子间氢件的来源 那分子内氢件就要看底下 我们看到它的双件的O 那仰上有固定子对 那右下角的OH呢 那个氢是可以跟这个仰 形成分子内氢件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分子内 我们框起来这边 叫分子内 那上面左边的OH呢 就是分子间 所以这个物种的确同时 具有这两种情节 诸选项是正确的 最后看到 以甲米分子为直线形 不具有极性 那甲米就是氧夹在两个甲集中间 叫甲米 又称二甲基米 它是一个弯曲性的结构 它的极性非常的微弱 所以这个选项也是错的 那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图形看到 它会有一个合力朝上 那就是合力不等于0 那所以就称它是很弱的极性 那这个选项就看起来应该是错的 它具有极性 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判断答案这个部分 那试题一 我们的答案是一选项 试题二 那我们从它的结构 然后才进行它的一个性质的判断 答案是A跟Z 那我们的两题的影片解说 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如果有问题 建议同学可以反复聆听 或是回到基础探索的部分 再继续强化我们的知识概念 那最后要感谢Delta MOOC的制作团队 让这个影片可以顺利产出 那也欢迎同学反复聆听 分享按赞 希望你们的鼓励会让我们做得更好 谢谢